经过天井一路直入 就是整间屋最正宗的地方 叫做正厅 楼底是否很高呢 客家人平时吃饭 过时过节和亲友相聚都在这里 而在厅的后方 就会供奉祖先神位 是全屋的核心所在 每逢节兴 嫁娶 祝寿 或者桑葬等仪式 都会在正厅举行 这里展示的木台 木墙灯 木柜等 都是当时一般家常用的家具 反映客家人的生活面貌 咦 这里有个木製的笼 雕刻手工又多细致 究竟是什么呢 看完那动画 你就会明白的了